本节目由全新雷克萨斯ES冠名播出 《小花 cognitive》 《小花的经》 《小花的定义画》 《小花的定乎平 склад》 《小花的定义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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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取代 过去的大师的所有的说话方法都没法用 任何时候你都要说别人没说过的话 那你必须要找到新的说法方法 那这新的说法方法就是艺术的表达法 艺术家必须找到这个东西 才能称得上是好的艺术家 我回来发现其实是很多艺术家 都去西方的中心的文化城市 像伦敦纽约什么的 但是确实有些艺术家被认可 有些艺术家不被认可 当然这里有运气 和就是说你的兴趣和大的一个 这时代潮流很大的关系 对你要没这个背景 其实你再有本事也不行 您的作品中 其实这种挺明显的一种 可以说去个人 包括您说的艺术家他成功 后面是因为非个人力量强大带来的 某种意义 对 其实是 这种去个人画的这种想法 是怎么开始的 从小就这么想问题吗 还是 像中国传统绘画和西方那种 古代的艺术古典的东西 它真的有一套极其成熟的一套方法 你这个艺术家就按着这种古法去画 你这件作品就成熟 其实因为这个体系太成熟了 你如果您生活在那样的系统里面 是不是觉得更压抑 更可怕 可怕得到你根据逃不出 它创造的那个世界 它给你一种强烈的封闭感 其实某种意义 这种悖论对您来说是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被封闭在里头也没关系 是吗 因为这些东西真的是很美的 就是我们用这轮子印了一条 无限长的版画等于是 接触的那些所有同时代的当代艺术家 谁给您特别印象特别深刻 觉得你个人挺厉害 班农准是其中之一 不错的 因为他说过一句话 我印象蛮深的 他说其实有些艺术家是在做一个盒子 然后别人就往这盒子里装东西 他其实就是这么个艺术家 他是盒子 我问您是什么 每一次对话都是一次意外的相遇 彼此的探测 不可避免的不安 以及自然到来的释然 他令你重审自我 一些时刻更为坚定 那些时刻都充满怀疑 他也催你这份生活之意义 他也促你观察 生活之矛盾 高速变化的时代 与个人意义危机的并存 没有更开放的对话 更多人的思考 才能追寻一种兼容之道 在宽阔的世界中 做一个不狭隘的人 都撤得差不多了已经 对 你刚才没没那我之前看过 我之前来看过 对 大家都喜欢这个作品 然后您对它是什么感觉 这作品其实有意思的 它其实是一个由空气和光构成的 看起来是一幅画 但是其实它不能说的一幅画 其实是它创造了一个虚幻 就这张画其实不存在 这幅东西不存在 其实 这是太虚幻境 是吗 对 大家觉得那么漂亮 那么优雅 但是其实到后面一看 你对烂冒纸各种什么 对 你看都拆掉 所以它前面就特简单了 对 对 我的东西其实整体我还是喜欢 就是说 还是喜欢给正常的这种思维 放到一个有点不能判断的一个角落 其实有一个反转或者有一个错位 我喜欢这种 因为比如说过去的中国的审美传统里面也是 特别美的一个狐狸精或者什么 到晚上就是个骷髅 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很多这种感觉的东西 很美的 对 是 反正我的东西很多都有这种东西 比如说我特别认真的做一个制造一个事实 看起来是事实 像天书也是 但是其实它本质上说的事情其实都是一样的 嗯 我们俩十年前就认识 徐老师他非常慎思的一个人 而且他很吸引的方式来思考很多 就可能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吧 就是传统意味着什么 文明本身的特质什么 他非常恒大的命题 但他用一种很精巧的角度来来应对他 嗯 嗯 我突然对他插这个地方有了感觉 看到这些山 跟他板画里的山一样 嗯 真漂亮 你这好舒服 嗨 因为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近一点 嗯 就是我不太喜欢 您不是喜欢工作和生活混在一起吗 对对对对 因为我不太喜欢太远 嗯 嗯 所以就是近一点呢 那会不是在美院吗 嗯 在美院我就 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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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蜻蜓是在这里面做的吗 蜻蜓 对在那边 我们在那边还有一个 那边还有一个空间 嗯 就是他们原来说在那个大轮子那块 嗯 呃 是上面还有一个嗯 办公室 是的 我们在那上面那一个空间专门做的 嗯 嗯 嗯 对 哎 您的思维方式是在什么时刻被最厉害的激活 我 我其实 思维其实 嗯 前一段去做那个什么检查在上海 就他说你的脑损伤 是超过30% 就是就是就是你知道吧啊 但是你脑子还能用就可能是因为人的脑子可能是有很多最后你损失了计时30%可能剩下那点也够用可能那是吧嗯 嗯 思维其实嗯 也是没有一个很很明确的一种一种线索和逻辑 其实嗯嗯比较怕绕的东西 比如像稍微复杂一点的电影嗯 嗯嗯 其实我有时候是看不太懂的你知道吗 我发现我小时候就这样嗯 所以每次从北大那个大操东操长什么看完电影回家的时候我妈总要问我你说你看懂了吗 我记得这那种感觉每次他都问我看懂没有 看来我他经常看不懂嗯 你妈觉得这家生了一个笨儿子是吧 哎对其实是对 但是我觉得有点 我觉得比较认真这也是一个天性 可能咱们的教育也有关系 追求一个最好的 所以我做东西总是要 呃哪怕花很大的力气 他只要能够提高到一点 我觉得也值得就这么一种性格你知道吧 啊 后来我那时候就不展这个天书 很多美术馆觉得这个人跟他工作起来真的挺嗯 他这人特挑剔 对这东西的 其实他们觉得差一点没关系 但是我就觉得不行 我就认为天书他一定只有一种展览形式是最好的嗯 最早天书展览的这种形态 嗯 垂下来 逛下来 这是怎么怎么确立起来的呢 这种展览形式 呃其实当时呢是 是其实是想做一个由这个伪汉字控制的一个空间 嗯 比如说你用这些不认识的字写一篇东西 随便写一篇东西 那就无效 嗯 因为本身 他就像一个玩笑是吧 嗯 但是如果你给他刻出来印出来然后装钉出来 而且是浩瀚的嗯 而且他不断的源源不断的给你灌输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怀疑嗯 很多人第一眼进这展厅觉得啊真美这些字 然后再一看呢觉得哎呦个别字不认识嗯 当你看哪都是不认识的字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种紧张感嗯 这等于像一个伪文字的一个监狱一样嗯嗯嗯 天书松开始出来就有很多不同的诠释现在过了30年了吗嗯 您觉得哪种诠释最准确的对这个事情 还是说根据不可能准确 其实说到底艺术家对文字对作品的诠释 其实总的来说都不是太满足的嗯嗯 因为这个不是说批评家不到位 就媒介本身的问题 媒介本身的问题 就是之所以艺术作品 它要存在 就是因为它不能被第二种东西取代 如果一个作品能够被解释的清楚和到位 那这个作品就可以不存在了 或者强迫您呢 就是强迫您过了30年重新对事情做一个阐释 您觉得是什么呢 嗯 其实还是他非常认真的做了一件什么都没说的事 其实就是这样嗯 其实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作品 它本身呃就带有一种很强的悖论嗯 嗯 首先把观众逼到或者说给你骗到你的这个悖论的陷阱之中 嗯 这时候才开始生效 看起来是书给你讲了很多事 其实他什么都没讲 嗯 我这个我特别爽 他是个反叙事 完全对对 完全反叙事 那比如您当时这么认真的一个年轻人 嗯 一直很受很认真的教育 北大子弟 又做了一个这么不就是内在是个空的 或者不是这么不认真的一件事情 这种悖论 对这种悖论兴趣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当时的你肯定很 嗯 也是了解当时的一个文化状况是吧 文化热呀什么的 对 你不是到时候跑看展览 挺想做什么聊天 对对之类的 对 但是后来参与多了以后 我也觉得好像自己丢了什么东西似的 嗯 而漫天无边的这种 嗯 所谓讨论文化什么的 哎呦 你实在是我后来就觉得这是一个 文化是人类的一个游戏一样的 嗯 但是上了这个游戏机以后呢 最后好像停不下来似的 因为它无限的文化悖论被套在一起 越套越复杂 最后就解决这个事 嗯 后来我就很想那个 做一本自己的书 嗯 其实不认识的字呢 就就在于它让你更享受 可以让你脑子完全放空 哎 我今天课了几个字 明天又课了几个字 这种东西我特满足 你着 劳动人民的喜悦 对 因为它在实实在在的 嗯 接近你要的一个目标 嗯 因为你越认真 它的作品的这种荒诞性 就强烈 就越强 嗯 别人会觉得 这里一定有内容 否则不可能有一个人有病 这么认真的做一本书 没有任何内容 嗯 不管怎么说 我们的试验室 诸是有选择的 嗯 就不 并不是说一个公主一个母主放在一起 他就可以了 他是有选择的 他的选择不是看他的形象 他是看嗅觉 所以他们是气味艺术家 他们是气味的 现在想想当时那一幕 最初做的这个时候 会觉得胡闹的兴奋吗 我是很严肃的 我不是胡闹 但是他们两个很兴奋 他们两个很兴奋 他们根本无视这些 被文化过的人的这种不好意思 所以他其实这作品 有点谈文化文身的概念 文化塔图的这种概念 其实这作品 其实跟天书那作品谈的事 其实是一个事 都是在谈我们和人类 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你说之前 你看那些版画 包括很可爱的画报上的 其实是一个有点挺抒情的一个徐冰 然后到这了就变成一个挺观念的 非常观念性的一个东西了 就这种跳跃 我不知道您自己怎么解释这样的一种突变 总的来说因为我过去其实是一个好学生了 我觉得我最有感觉的时候是在我的中学的一段 我那段我觉得我在视觉的把握上和我在去模仿任何的艺术风格的时候 很容易的对我来说 我就被称为招之即来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他们这学校他没有美术老师 他的所有的宣传美工的事全落在一学生身上 然后上着课 最后大喇叭里广播了 说徐冰马上到几连几班来 我就得马上过去 然后很快就可以把几个开会的大标语写出来 然后那会儿特得意 觉得自己特有用被需要 对特有用特需要 对那会儿就是这样的 但是后来因为一下课就正工作 然后每天都弄到一两点钟晚上 第二天早上也不迟到了晚上来上课 最后来给累的身体就不行了 后来就很长时间失眠什么的 头疼什么发地烧什么的 那以后你的这种东西就好像没了 再也找不回来了 就对那种东西的这种灵性算是什么 再也找不回来了 对 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差不多都是一个命定的 后来是进入中央美院 中央美院他的创作思路就是古原的 就是延安的 对 艺术从生活中来怎么样 高于生活回馈于生活这个概念 这套东西其实我继承的挺好的 整天往什么林区 海边 就是哪儿穷 哪儿基层就往哪儿跑 觉得那就是生活 觉得那是生活 我那会儿特别喜欢往太阳山跑 因为和我插队的时候那种感觉 我特别喜欢整天往哪儿跑 那会儿老说反映时代精神 可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就变了 就是你越是深入生活 你离真正的生活越远 是吧 那些村子里已经真的是和那是博物馆 其实和实在精神已经越来越远了 我其实开始意识到这个东西 其实我有一个阶段我就有点 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作品 就画了很多那种抽象的墨团 觉得诗语有点是吧 对对 那时候特别诗语 后来我其实我看了一个朝鲜的展览 那展览不大 但是对我刺激极其深 就是让我有机会看到 比我们的艺术的语境更差的艺术 真的比咱们那还要愚昧很多 工人农民 脸红不围着叫我什么 全是这种东西 特写实的那种 最后像看到了自己的艺术的一个语境 是如何的愚昧和如何的糟糕 你知道吧 后来那时候我就决心要从这种艺术中出来 做新艺术 就那种感觉 但是比如这一代的艺术家 导演作姐好 他们都是因为这套荒诞的经验 某种意义上获得大方异彩的 他们形成某种奇观 在国际舞台上面 但是这套系统其实又离真正的 我们说那套现代文明语境又挺远的 这种矛盾性对您来说是什么呢 我后来就发现 其实为什么有些人 年轻的时候特别有经历 特别敏感 周围环境 最主要是周围环境有特别的好的一个关系中 他可以做出来特别好的作品 而在他经历没有的时候 在他失去了一个好的一个语境的时候 他的东西就可以变得很差 他真正没解决这个规律性的东西 其实最终出问题都出在这个 对文明判断的失误上 比如说金灵十三拆 其实这个电影 但技术上毫无问题 像炸起了以后那些纸片什么的 真的是很讲究的 就那种粉和那种绿 那真的是非常到位的 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问题是 他这个电影讲了什么呢 其实就讲了一个十三个妓女 换回了十三个处女 其实就讲这么个事 这个妓女和处女就这么值得换吗 这就是一个文明判断的问题 就是说他完全是和当代的一种 对这种东西的判断 其实完全是失误的 其实我们的很多艺术家缺少这种判断 而这种判断是至关重要的 后来我就总在想 咱们这一代人的缺失 是不是就是无法弥补的 说是在文革对咱们的这种 摧残和那个什么 一定是存在的 我们就是缺少一个 一个完整的一个正常的教育 而不能够接受一个相对完整的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文明成果 有些东西真的是 就是让我们 这叫补不上的感觉 对 你知道吗 好多人好像并不明白 就好像是对 是吧 对 其实有再多的特殊的历史语境和生活语境的经验 可是我们可能缺了一种东西 实在是没有办法的 内在逻辑没有建立起来 它没建立起来 你一定得意识到你的这种缺陷 包括那些愚昧 而且必须要把你的缺陷 给转换成相对特殊的东西 而别的人又没有的东西 您这书里也提过这种愚昧作为养料 从愚昧到养料之间的这种飞跃 跨跃是怎么发生的 到底怎么发生 这个东西其实是什么 是和后来在美国的工作是有关系的 还是得获得一种新的观察视角 愚昧才能够变成养料 还是 他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刚去的时候 确实非常希望自己的作品是能够和国际接轨的 其实我带了很多过去的版画 你知道吧 那时候都藏在箱子底下 不让人看的 因为我想让人觉得我天生就是一个当代艺术家 要脱离自己的出身 这叫脱离自己出身 对 但是后来 后来我发现 你身上带着什么东西 它必然要跑出来帮助你或者害你 它是这么一关系 我后来发现 其实是我们的创作 确实反映出来一种 至少是美国艺术家没有的东西 我觉得馋也特别有意思 养餐就会 它还工作 它还转 它其实在转 那你觉得这个蚕给你们带来什么呢 这种动物其实它特别特出 它真的是有点东方的这种 首先它不发出任何声音 而且它是一个最好的合作者 它巨大的忠诚 还有 它有巨大的 你还得都跑那儿去 上那么高 挺往上 它需要往上走 因为它一直往上走 一直在找 有一个corner 有一个脚 它才可以做简 如果它找不到地方 它就一直在那 Wandering 在漫游一样 对 它是这么一种东西 对 这是戒子园 我就老说戒子园画这就跟字典似的 你看这个 就这样 它是讲一部字典 你等于像记住字一样的 记住不同的典法画法 你就按照这个东西再组织自己的大限世界 就行 它其实是中国的方法 它又 其实就是说渗透到中国人的文化性格 思维方式 什么拷贝官等等 这些东西都其实全是从这来的 中国拷贝是一个文化 古人 就是拷贝这些 拷贝这些 它是崇盛经典 后来我发现汉文化圈的人好像对经典名牌特别在意 其实这里多少透着对经典的敬畏 所以东莞那些工厂的本质跟戒子园是相通的 是吧 对 其实是 就是从戒子园变成了iPhone而已 对 其实这个 再回到那点 您说您刚去美国把板花压在箱底下 不让人来做当代艺术家 那时候您的定义的当代是什么样子 其实当时的认识其实是很有限的了 就是说 我这个艺术家就得智商得高 这是我真的当时的认识 因为那时候整天在美术馆转 然后画廊 就是去看这些当代的东西 最后你发现当代艺术这个体系 其实很无聊 很难得看到真的特别有价值的作品 就是说对你特别有刺激的作品 但偶尔你看到一个东西觉得太棒了 简直太聪明了 这些人太有智慧了 而真的是这时候你很狭隘的认识 就是智力的竞赛 这个状态持续多久 觉得是个智力竞赛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反省性 我觉得这其实挺难的 比如说我做当代艺术 其实我做当代艺术同时 我不断的反省这个体系的局限性和弊病 因为这个领域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领域 没有人能够说就这样是好或者这样不好 不断的自我颠覆 自我摧毁 像中国传统绘画和西方那种古代的艺术古典的东西 他真的有一套极其成熟的一套方法 你这个艺术家就按着这种古法去画 你这件作品就成熟 其实你会做那个戒资源那个事了是吧 对 他就成熟 你知道吧 但你如果您生活的那样的系统里面 是不是觉得更压抑更可怕 可怕的到你根本就逃不出 他创造那个世界 他给你一种强烈的封闭感 其实某种意义 对 这个东西对您来说 我觉得被封闭在里头也没关系 因为这些东西真的是很美的 他真的是太成熟 而且真的很美 像故宫一些什么特展什么的 你看那些东西实在是太值得 不须此行 太值得看了 有独特性 有独特性 他给你有意思的信息 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是每一个文化其实都有它的利弊了 问题是你怎么样通过你的作品 把你身上带着的这种 你的文化中优质的部分 通过你的作品提出来 而咱们这些人身上带着什么东西 当然传统文化一定是 这种文化基因藏在我们身上的 其实是极其有效的工作的武器 其实是 有些东西你虽然特别讨厌它 我还在 你即使讨厌它 它也带在你身上 是什么 比如对你来说是讨厌什么 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你很讨厌的东西 往往这个地方有价值的东西 都是被你讨厌的东西所包裹着和掩盖着的 你知道吧 怎么慢慢这个想法变得清晰了 这种体会 其实我是从美国回来以后 我开始反省美国 历史事件对您的刺激是非常直接的 还是说他 当时看着双塔倒下的时候 你不知道该怎么判断 我们工作室就在布陆克林 隔一条河 而且巨大两个楼 第一栋楼着火 中间那团在那 然后后来远处看 一小小东西那么过来 像一小苍蝇 越来越大越来越近 就是撞到第二栋楼上 其实我是觉得 等于是恐怖利用了 这栋楼本身所聚集的 太多的不正常的能量 自我摧毁了 把自己给摧毁了 回到尘土的一个关系中 而且这个东西是最恒定的 你知道吗 它是这么一种 其实这个作品 也不是谈911本身的 其实还是谈物质世界 和精神世界的关系 其实是这么一种东西 这是当时的非典的 非典那天 这里面充满了恐惧 其实它这玻璃 把有些纹路 你发现没有 这个东西照着它会显出的 这个当时是怎么想的 这个当时呢 跟尘埃的这种 相似的相通的这种东西吗 其实我有的时候是会被这种 非常特殊的一个时刻 这种东西让你有一种焦虑 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办 就像解药 你面对这个东西 你不知道怎么办 那你只能去收集一包 汇尘 嗯 国家在推动 那时候觉得自由表现主义 是吧 然后代表了美国自由精神 冷战的一部分 冷战一部分 但是实际上呢 真正能够代表美国文化精神的 其实不是波洛克这些人 而是安迪沃侯这些人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以后呢 你发现安迪沃侯的价值越来越高 那你说他体系的核心是什么呢 安迪沃侯 他其实用了美国的这种 乱俗的商业文明的方法 来说这个事 他的幸运就在于 美国的文明成功了 嗯 你知道吧 所以 他们东西就是有下质 他们就是最了不起的艺术家 因为他们背后有 这个强有力的文明方式的支撑 我后来发现 一些艺术家被认可 有些艺术家不被认可 当然这里有运气 但是 最终呢 其实还是你的兴趣和大的一个 一个全球的趋向 它是不是有带有一种重叠性 和一种 吻合性 这时代潮流很大的关系 对 你要没这个背景 其实你再有本事也不行 您说的艺术家他成功后面是因为非个人力量强大带来的 某种意义上 对 其实是 这种去个人化的这种想法 非个人化是怎么开始的 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就不是那么有吸引力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其实被压抑的其实不是太有鲜活的生理感受了 你知道吧 但是80年代好多人就拼命表现自己的生理感受 是吧 但是其实有些生理感受可能被压抑出来的 有些是拐弯拐到另外一种 特别碰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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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这跟性格有关系 目前为止 比如说 你对自己身上特别不满意的部分是什么呢 特别希望能够脱上 那还有很多不满意的部分 那是一定的 对 在创作上 创作上不满意的 比如在过去的画素描的时候 有很多老师他还是觉得不知道怎么说你这东西 他就是很完整 而且很到位 但是可能是缺少一种更一针见血的东西或者怎么样 那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这种东西 对 那这个东西没办法 他就是属于你的你扔也扔不掉 但是他最后会在你的作品的所有的细节里头 会体现出来 所以什么东西你就是认命 对 什么时候开始认命的 人越活越认命 一定的 你知道吗 肯定的 年轻时候没有人认命 平台子 原来徐老师他们就叫这村子吗 他们叫收粮沟 收粮沟是吧 对 在两个 哦 五百五百七十口人 党员四十人 他们也是楼上了呢 嗯 周老师啊 谢谢您啊 辛苦您了 这小路不好走啊 挺好挺好的 谢谢您 谢谢您 我打电话来 您带我们转转吧 在村里 这个没有什么 没事可转的是吧 都是新村有什么可转的 对徐兵什么印象啊 徐兵来的时候吧 他稍微有点弹劲 白警 说话语 四十一笑个 挺害羞的是吧 他比我打两岁 啊 一会儿就天天魔法棍拿在一块 啊 嗯 挺挺解人的 嗯 当时徐兵呢 我看啊 徐兵就住在这个位置 住哪个位置 徐兵住 就这两块房 就这两片 对 他们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猪厂 什么厂 猪厂 猪厂啊 生产对的房子 猪厂啊 这猪县的这个位置 这是猪县 这是猪县 所以徐兵挨着猪县是吧 对 就挨着猪县 对对对对 要徐兵现在来 就得画这些东西了 对 哈哈哈 咱得做好了 嗯 那你们白天 什么时候上工啊 一般的集体那时候 上工都是在 早期七百斤中吧 嗯 那会儿 我当博管员 嗯 我有权的说 就让徐兵对我去 开核桃 开小花 他就坐在那 他有机会啊 有时间啊 嗯 拿着那画板 嗯 画什么 给他创造这些 就是创造这些机会 嗯 你要挑一份你光画不了吧 嗯 您当时觉得他有材 是吧 对 我觉得这方面他真是个天赋的 嗯 嗯 他回程之后回来还回来看过您吧 看过我 嗯 他05年回历一次 05年 05年之前还回历 回过两三次吧 嗯 我们聊得相当投缘 对 是不是一见面就说起以前的事啊 对 接下来我跟他说呢 咱们一块儿玩牌的时候 你说该净够了 咱俩了 你师傅你以后 他说咱俩说我不进贡 谁进贡 哈哈哈 他打牌怎么样啊 他也玩味道得乐子 玩味开个心那么一会儿 嗯 这个方子就是当年徐兵 嗯 来的第一天就实际有在这点 在这啊 就在这点 啊 就是当时没房住啊 嗯 所以呢就是 书记领了他们家 一块住 住他们家 上那吃饭去 嗯 一起干活 冬天就挑分 下轮出去 哈哈 哈哈 村众求寿嘛 哈哈哈 嗯 这个是供肖社 供肖社啊 就是那个徐兵说那个二勤子 二勤在这工作 就在上班 啊 那是全镇的这个 下轻知识行员 跟那个老百姓 都去到这一个地儿购物了 嗯 这些花铺供肖社 二勤子真那么好看吗 当时年轻 还可以 特开朗 特开朗 人特好 是吧 对对对 啊 我觉得徐老师给我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启发 我觉得我要找那种像他客资一样找一个让我这个特别内心安定的事情就坑着坑着做下去在做的过程中得到内心的那种平静 进行 比如昨天谈话完了之后还有哪些的还可以再设论 我想追问他对个人精神的看法 就可到底个人精神和历史遗产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因为他那种 在非常主动的去个人化的叙事 在背后的个人激情到底是什么 但是没有专播的供肖呢 对 徐老师 去完公里 突然想问您补几个问题 碰到老周了 还去看了供销社 是吧 早关门了 供销社 您现在回忆起来 那段时光 到底对您的思维也好 审美方式也好 有什么特别的强烈的影响 现在想起来 那一定是有 那真的 其实是很深的 虽然就这么几年时间 其实很深的 因为你是人特敏感的时候 人特敏感 一个是什么 就是以前生活环境是北大 所以比如说 我父亲他们的同事 然后过去对我们的态度 孩子极其美 你能感觉到他眼神的一个变化 这种东西 到农村以后 就没这些事了 你主要是对他们特别尊重 干活他努力 他们那就觉得 这孩子特别仁义 他是以这个标准 老周就这么说你的 说你去梯里地 挑那叶子回来 是吧 干活他认真 对 干活他认真 那会主要是奔着 辛苦来的当时 其实那会儿 我的身体特别不行 毕生我的 其实根本就承受不了 对 还是看您的作品 怎么说呢 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 好像反个人的方式 因为当代艺术都特别强调 然后个人的经历 情感 但是您这强烈的 好像似乎反个人的 这种经历 这种思维方式怎么形成 还是说我这种说法是错的 其实我们这代人 其实就是个人的意识 很低的 比如说到农村去 其实你 就是说你个人的意志 是非常微小 微不足道的 而你被改造的 另外一个东西 附加在你身上 这些东西重要的 那不管怎么样 在你的意识中 其实它是 其实是根深蒂固的 我觉得一定跟这个有关系的 就是说 你的表达的东西 有明确的意识 就是说必须是别人没说过的 是我发出的声音 你知道吧 但是这个和这个 非常的自我的一种表达 其实又是不太一样 是 我觉得这种挺矛盾的 其实 这里其实有很有意思的一种关系 是 我都很好奇 您怎么想这两者的关系 一直 其实我总是觉得 就是说希望自己的这种 就是判断和你的关注点也好 它是个人的 但是它又是一个大的一个情感关系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会有更大的价值 和它背后有更大的这种思想的支撑力 其实这么一段 包括您 上次咱们聊到 您说对文明的判断 那某种意义上 比如说我们您看过去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某种意义上 它属于一种相对封闭的文明 或者一种压制个人的文明 这个按照现在的文明 是有问题的 但是 对您来说好像又没有问题 就这种判断是怎么来进行判断呢 那这东西它 我觉得它只能在一个 我们所处的一个特殊语境 和一个大的一个关系中来判断 我老说这个什么 这个大妈 大妈舞 国家舞 大妈舞很多人很反感 但是我是觉得 他们这一部分人呢 真的有他的一种特殊性 当然整体的这种文明缺失是一个 但是咱们这些大妈 它就是在一个工厂的 做广播体操的 集体主义的 集体主义的这么一个关系中过来的 所以才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表现 有它的可理解性 绝对可理解性 就不能用一个 一个绝对的一个文明标准来说这个事 你知道吧 其实这也涉及到其实一个对中国人的理解 就是我们这种人 我们这种人 它本身带有 带有种族性 带有一个 它其实是也带有后来的这种文化的遗传性 像古元先生的那些小木克里这些农民 他把中国人的这种 就把这人种给揭示的极其的深刻 半弯着那种老实劲和那种木纳劲 这原是入目三分的 那完全是艺术上的鲁迅的这种深刻性 是吧 那比如说像这些东西 我们怎么样把它 纳入到一个当代文明的一个 谱系里面 谱系里头来判断 其实很多东西你是 你是没法那种 那就回来还是鲁迅那个问题 那个命题 比如说他肯定也理解祥林嫂 也理解AQ 都可以理解 但他理解里面可能充满了愤怒 充满了要 就还是要改造他们的欲望 这种东西 这是二十世纪的传统 我不知道对您来说 包容它 理解它 和改造它 这彼此间的这种关系是什么 对您来说 像比如说像祥林嫂的这种 这种毛病吧 算是 其实未必是中国人独有的了 是 它那种略根的地方和那种 它的高尚之处 我觉得其实是 其实带有共同性的了 当然中国由于把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底线是 没有了 中国又没有什么宗教 没有什么信仰 最后 大家对提倡的一种灯 又不相信 所以就是底线彻底没有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损失 其实是 这个东西往回找是很难的 再一个 我是觉得在西方也是 或者在中国其实都是 人类它有一种共同的一种 边界的一种 慢慢的一种丧失 比如说像那个谁 那个艺术家叫什么 那个行为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我有一些 对他做那实验 就是说他穿着衣服 让别人来 就是说来侵犯他 等于或者把衣服剪掉 或者撕开 或者什么 或者怎么样 到了最后 其实控制不住了 因为最后人的那种 因为大家都在这 做各种各样的一种 一种对他的侵犯的一种尝试 那边界就没有了 你知道吧 就是人可以变得越来越坏 坏到就是说 过了一个法律 或者最底线的东西 人本身就是这样的 自我摧毁式的一个东西了 对 对 是 就这么说吧 比如说这个 柏林墙倒了以后 是吧 然后苏联也解体了 世界有点欢欣鼓舞 其实历史终结 对 怎么来说 人类期待着一个更好的 下一个阶段的出现 可实际什么 要我说 世界没有变得更好 而且变得更糟 事实上每一个种族 每一个人种 其实他的需求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吧 对 包括关于回答个人的问题 比如个人主义精神 等于是过去 比如两个世纪 是最重要的一个文化概念 就个人主义 其实在现在变得 反而衰微了某种意义上 或者那种西方式的个人主义 对您产生过强烈的诱惑 因为美国当时九成年初 应该是充满这样的一种力量的 生命力的 还是一直有怀疑对他们 其实不是怀疑了 最主要是你处在 让你非常自由主义的一个环境中 你其实是不懂得怎么使用这个东西 因为你没有使用它的经验 就像我们刚去美国的时候 那时候我印象特色 因为在中国没有太好的展示空间 给我们当代艺术家使用 后来有一阶段 就是说不让这些人展 你说的 那会特别怪 就是说绘画 高出了多少厘米 就是不行的 这个东西是很荒诞 你知道吧 在国外开始 比如说有这种大空间 四字方方面 觉得特高兴 觉得真的是艺术家的待遇 可以使用这个 最后后来发现 这种大空间有的更难用 它就太标准化和太完整化 让你没有任何的疑问和 对你没有任何挑战 就是你需要障碍阻力 对 限制 对 就像游泳 你没有一个水的阻力的时候 你没法往前走 对不对 就这种感觉 那这个你说和我们的背景 是不是有关系 或者没关系 都自主我没法分析 那么您最后一个就是 包括您在外面 也经常会批评 现在整个的 这个当代艺术的 思维方式也好 这个系统也好 你会批评它 变得非常的僵化 缺乏创造力 如果真要给它 带来新的创造力 或者新的这种方式 应该要靠什么方式呢 要怎么去打破它呢 给它提供一种崭新的 和更有力量的一种东西 其实我只能提供 我个人的经验 我个人的经验 其实就是千万不要 把这个系统 太当回事 我其实始终相信 这个系统被人类 给供到了一个 太了不起的一个位置上 但是整体上 其实这是一个 纯旧的系统了 你知道吧 这个我怎么体会到的 就是说 那会我在学校的时候 办过几次未来展 就给年轻人办的 后来我发现 这些年轻艺术家的 他们的思维也好 他们对西方的态度 文化的自主性 和他们的工作方法 生活方法 其实是和我们不同 而且极其有价值 而且真的是很有意思 你知道吧 真的很有意思 可是这展览一做以后 这展览就没意思 知道吧 后来那次我就发现 其实不是他们的问题 也不是策展人的问题 其实就是当代艺术 这个系统的问题 就是再鲜活的 有意思的东西 你们必须要通过 这个系统来呈现 因为要被证明 它是艺术 而被放在这块 是吧 这个系统和它的方式 真的是不能够平行的 表达和取代 这个现实思维的鲜活 和现实场景的这种生动 另外呢 艺术这个系统 就把思想物质化的一个 对艺术作品 是一种这种敬仰的 和作出的一种神圣之物 被对待的 所以呢 才有了像欧洲城堡似的 美术馆的这种体制 一个一个白盒子 然后把这认为是 必须受到尊重的神圣之物 放在这里面 大家坐飞机 去 去自我神圣化 对 自我神圣化 去蒙马 去什么 彭毕渡 去哪 看这些看不懂的东西 就成了一种仪式 其实 虽然我做了点事 我也必须要在这个 关系中在工作 虽然你在关系中 已经进入最上面那层 但是 所以它是这么一种 但是我们必须要 认识到它的局限性 就是人类 从古典 个性 是吧 你个高 我让工匠坐一高椅子 我坐着就舒服 我个子矮 我就让工匠坐一矮椅子 我坐着舒服 这是个性的 进入当代工业文明以后 最后就是你个高个矮 都坐一样高的椅子 未来的系统 就像我们这个玩意 是未来的系统 和我们一个iPad 我们手机 我们的这个东西 是发散状的 你知道吗 那是未来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们仍然死抱着 成就的系统 那当然有一个有趣 比如说 比如你说在工业时代 因为一切都是标准化一样的 所以艺术家要 写在自己特别有个性 跟别人不一样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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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那下个阶段呢 因为那技术 会让你同心不同 一个艺术家就要写到五个面 那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新的 你想在工业时代 你是反抗者吗 是贝多芬那样的 波多瓦尔士 或者那种 反高是这种反抗者 就这样的艺术家形象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是吗 因为咱们都是生活在 这样的艺术家神话里面的 对 这东西真的是 也是其实很难判断的 就是说 比如说 我老师 咱们自然人 自然人就每一个都是不同的 是吧 对 那将来人 全是那个被改造过的 就是又高又漂亮 又没有疾病 基因都是极其的完美的 那那是一样的 因为完美就是一个 基本的一个 一个共同的东西 美丽新世界就要是 对对对 共同的东西是吧 那时候咱们这些各 有个性的 自然人就是 那一定是受到歧视的 是吧 整天生病了 是吧 又打得又难看 是吧 那基因那么不完整 是吧 等等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就是你跟人家说的一个个性 和一个 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关系了 新的一个 一个循环开始了 后来我现在发现 其实人工智能都在开始寻找这种个性和情感性 从New Man 变成个New Robert 对 但这些东西其实很复杂 好玩 对 很多东西都是相互套的 然后 其实你上 我后来是 其实你上回 咱们在那看完了 看那大轮子 后来你就问了一句 你说 你白天准跟你说是 他在造一个盒子 后来你就说 那你在造一个什么呢 其实我脑子没那么快 后来我一直反省你 想你这个问题 对 那现在说说 他造什么呢 后来我在想 也许我呢 是在 我在 设定或者制造一个圈套 就是说 别人 很自愿地进入这个圈套 就实际上这个圈套 进入了以后一定是被套住的 而并不是 套住它以后 把它杀掉 或者把它什么拐卖 而是 你经过这个圈套的这种 洗礼或者改造以后 最后你又很愉快地 从这个圈套里出去 你知道吧 好像我的作品有这个性质 你甜蜜的陷阱 是吗 你在做一个 对 就是说他很愉快 为什么很愉快地出去 就是因为 他真的受到了 通过作品 他受到了一种新的启示 他觉得他的思维和过去 多少有一点点的不同 而可能打开了稍微多一点的这种 这种空间 当时 对我们的提示 真的是一个值得工作的一个领域 我是觉得就是说 一个人有更多的信息的获得 一定会帮助你的思维 力度的提升 你要如果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人 固执于一种价值观的人 那一定是有限制的 你会在掌握的时候找什么东西来消解呢 除了花木团以外 当然和朋友聊 它是我比较喜欢的 我喜欢和智慧的人 在一起聊天 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事 因为每个人脑子里的这种东西 其实是最有价值的 对吧 最鲜活的 更有现场 更有现场 再一个 你的下一句是什么东西 你是不知道的 我喜欢这种东西 所以他们当时 我记得那些法国人 十八十九十九 就在说那种 对话是最佳的艺术 conversations is best art 那种不确定 那种不知道和叔叔啥东西来 对对对 嗯 这没东西 咱们今天差不多 然后放到徐老师回去休息吧 咱们回来咱们掌握一下 好 行 谢谢 谢谢领导 咱们关照 我特别感谢您说街子主要 想跟你好好聊 这个就是中国的思维方式的形成 也特别好玩 您喝点水吧 徐老师 好 行 所以那好看的姑娘还在吗 在 后来见过吗 见过 因为我后来回住了一次 后来我就发现 她就很快很像她妈妈的感觉 所以我就感觉 其实像这些 女孩子 她其实意识不到自己 嗯 的这种美 嗯 我特喜欢看您在出了这个回应 特别可爱 那这会儿 因为这次是 人生的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